属下列这一种情况的外国人兰华可以免办签证 1.双边协议 根据中国与有关国家签署或达成的双边协定或协议 部分国家符合特定条件人员兰华可免办签证 具体信息 警察业中外互免签证协议一栏表 2.直接过境 具体信息请参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职网站 过境24小时免签 httpswww.nih.gov cln-741440-741577-759334-contenthtml 过境72小时 144小时免签 httpswww.nih.gov.cn-897453-C1613010-contenthtml 3.至中国公安机关颁发的有效外国人居留许可者 富华学习 任职 就业 家庭团聚 长期贪亲的外国人和常驻外国记者 入境后必须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外国人居留手续 在居留许可有效期内 外国人可在华居留并多次出入境 不需练行办理签证 4.持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证者 5.持有效APEC商务旅行卡者 APEC虚拟卡持卡人 自2023年5月1日起 可免签入境 6.前往珠三角 海南岛 桂林 1.持与中国建交国家的普通护照已在香港 澳门的外国人 因在香港 澳门合法注册的旅行社组团进入广东珠江三角株地区 指广州 深圳 珠海 佛山 东莞 中山 江门 赵庆 辉州市所辖行政区旅游 且停留不超过六天 可免办签证 2.海南省入境旅游免签 HTTPS 帽号 斜个斜杠 3W.AZ I&A 1.GOV.C HANA 5309 202311 斜杠58B F0483 FD6462 I8069 RDD F780 A966 SFTML 3.下列国家旅游团 两人机以上 由管系桂林市旅游主管部门 审定自治的旅行社组织接待 由桂林机场口岸整逃入出境 可免办签证 在桂林市行政区域停留不超过6日 马来西亚 泰国 运动尼西亚 越南 柬埔寨 老吴 缅甸 新加坡 往来 菲律宾 街 部分国家持普通护照的公民 来华经商 旅游观光 探机访友和过境不超过15天 可免签入境 具体讯息请咨询中国住相关国家使领馆 8.免签入境或过境情况可能动态调整 建议行前进一步咨询中国住相关国家使领馆或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区域 截至目前 中国与下列国家缔结互免签证协定 So far China has mutual visa free agreements With the following countries 有关协定文本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条约数据库查询 外国人来华办时续致 TTP 冒号斜沟斜-gstmv.gov.cnwgr-lhqg-cjwdn 下话线660600 签证与免签 Welcome to China One visa and visa free 武汉市移民事务服务中心 2022年10月27日签证Visa 入境过境免签 Visa free entry Transit 72 144小时过境免 72 144小时 Visa free transit 中方延长12国短期来华免签政策 中方决定延长对法国 德国 意大利 荷兰 西班牙 马来西亚 瑞士 爱尔兰 匈牙利 奥地利 比利时 卢森堡12个国家免签政策 至2025年12日31日 上述国家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 旅游观光 探期访友和过境不超过15天 可免办签证入境 2024年4月10日 中国与格鲁吉亚签署豁免签政写定 持有效的格鲁吉亚普通护照或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护照 在地约另一方入境 出境或者过境 单字停留不超过30日 每180日累计停留不超过90日 免办签证 2024年5月28日 中国与格鲁吉亚关于护免持普通护照人员签证的协定正式生效 自2023年7月26日零时起 恢复对新加坡 原来持普通护照兰华经商 旅游观光 探期访友和过境人员15天免签入境政策 2024年2月9日起 中国和新加坡互免签证 协定将于2024年2月9日 农历除夕正式生效 届时 说方式普通护照人员可免签入境对方国家从事余额 探亲 商务等私人事务 停留不超过30日 入境对方国家从事工作 新闻报道等需事先批准的活动 以及你在对方国家停留超过30日的 需在入境对方国家前办妥相应签证 中国与泰国互免签证 2024年1月28日 中国与泰国在泰国曼谷签署互免签证协定 待协定将从2024年3月1日起生效 2024年2月9日 3月1日 中国与新加坡 泰国的互免持普通护照人员签证协定 将后生效 持新加坡 泰国普通护照人员来华从事旅游 探亲 商务等私人事务 可免签停留不超过30天 中国对西西兰 澳大利亚 波兰三个国家持普通护照人员 实行免签政策 2024年7月1日至2025年 12月31日期间 新西兰 澳大利亚 波兰三个国家持普通护照人员 来华经商 旅游观光 探亲访友和过境不超过15天 可免签入境 新西兰 澳大利亚 波兰三个国家不符合免签条件人员 仍需在入境前办妥来华签证 2024年6月17日 中国宣布将把澳大利亚纳入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 中国和马来西亚互相延长免签政策 2024年6月20日 中方同意延长对马来西亚公民免签政策至2025年底 作为护会员牌 马方将延长对中国公民免签政策至2026年底 马来西亚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克米 2024年6月20日表示 在马中两国协商努力下 马来西亚公民访华免签将从原本的15天延长至30天 同时 中国游客来马免签政 马中两国签政互免政策已寄进延长 自2024年5月11日起 持有中国外交公务 公务普通护照及普通护照的公民 和持有安提瓜和巴布达外交官员护照及普通护照的公民 在地域另一方入境 出境户过境 单字停留不超过30日 每180日累计停留不超过90日 免办签政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 关于互免签政的协定 建于2023年11月10日升下 中国公民持公务普通护照 普通护照和旅行证 哈萨克斯坦公民持普通护照和回国证明 隐私人事务 商务活动 刀函谈判 签约提供咨询服务及其他商务活动的 旅游 医疗 国际运输及过境试游 在另一方入境 出境或者过境 出境 活动 遵约 倒 海 歇 阅 aboard 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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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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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Long-Term Week in Gansting 4 Up to 30 days Without A.V.V.S.A. Or foreign nationals Who need to enter Hainam For the aforementioned purposes Can enter through any open port in the province And remain in the provinces Administrative area During the stay periods Subject to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If applicable to IMU To over the exemption agreements Sign with China Each entry Period is calculated from 0 o'clock On the day following the day of entry The existing policy The early days of free trips To hang on The citizens of the aforementioned countries Remain to the fact 外国人如何免签入境海南 最新解读来了 回忆官方公众号 海南自由贸易感近期 海南入境免签政策 再次优化升级 经国务院批准 自2024年2月9日起 扩大59个国人员 免签入境海南市游 允许59个国家人员 入境海南旅游的基础上 增加商贸 访问 探亲 医疗 会展 体育经济等 事由工作 学习事由除外 免签入境海南 停留不超过30天 此外 去年12月和今年3月 我国分两批 累计共对12个国家 持普通护照人员 实行单方面 免签入境政策 可在中国境内 停留不超过15天 出入境管理区局长赵进 讲解外国人入境海南 便利政策 赵进局长 首先介绍了海南免签政策 根据最新安排 59个国人员 可从海南省所有对外开放口 外入境 海口美兰机场 三亚富凰机场 羊扑港 海口港 青兰港 大索港 三亚港 及穷海博机场 临时对外开放期 因理由 商贸 反问 探亲 医疗 会展 体育经济等 室游 工作 学习室游除外 免签入境海南 停留不超过30天 停留期从入境自日零时起计算 期间 如因正当合理室游需延长停留期 或离开海南 前往中国境内其他地区 因在停留期限 建满7日前 下海南省公安机关 出入境管理部门 申办外国人签证证件 而对于全国试用的免签政策 照进局长介绍 截至今年3月12日 与五国签署 双边全面互免签证协定的国家 包括太古 新加坡 马尔代夫等23个国家 其中14个国家与海南免签 59国不重合 单方面免签政策 包括法国 德国 意大利 荷兰 西班牙 马来西亚 自2023年12月1日起 瑞士 爱尔兰 匈牙利 奥地利 比利时 卢森堡 自2024年3月14日起 等12个国家 在2024年11月30日前 持普通护照 来华经商 比如观光 探亲朋友和过境不超过15天 可勉强入境 需要注意的是 单方面勉强政策 与海南勉强政策各有特点 单方面勉强政策 互动范围更广 海南勉强政策 停留时间更长 如前往中国境内 其他地区 且停留时间不超过15日 则选择了单方面勉强政策 如指在海南省行政区内活动 且停留时间不超过30日 则选择了海南勉强政策 问 对于新加坡 泰国等既是用海南勉强政策 也是用双边全面互勉强政策的 9个国家外国人 在入境海南时应使用哪个政策 答 符合于我国签署 护免签证协定的从其规定 问 59个国家外国人 在使用海南勉强政策入境时 可否先去中国境内 其他地区后再来海南 答 海南勉强政策 需从海南对外开放口案入境 及需从海南对外开放口案 办理入境手续 如从中国及他对外开放口案 但理入境手续后再来海南 则无法使用海南勉签政策 外国旅游团乘坐游轮入境中国勉签 从2024年5月15日起 乘坐游轮来华 并进游境内旅行社组织接待的 外国旅游团 可从我国沿海13的游轮口案 免办签证入境 包括天津 较宁大连 上海 江苏联营港 浙江温州和舟山 福建厦门 山东青岛 广东广州和深圳 广西北海 海南海口和三亚 停留时间不超过15天 活动范围为沿海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北京市 关于全面实施外国旅游团 乘坐游轮入境免签政策的公告 国家移民管理局2024年5月15日10点03分北京 2024年第4号 经商外交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交通运输部 商务部 文化和旅游部 海关总署 并报国务院批准 国家移民管理局决定在中国沿海省份 全面实施外国旅游团乘坐游轮入境免签政策 现公告如下 自公告之日起 乘坐游轮便经由境内里 学校组织 接待的外国旅游团 深河山东 辽阳基 上 光州 可从天津 辽宁大连 上海 江苏林港 浙江温州和州山 福建厦门 山东青岛 广东广州和深圳 广西北海 海南海口和三亚等 13个城市的游轮口外 免办签政整团入境 旅游团需随同一游轮 前往下一港 直至本次游轮出境 在中国境内 停留不超过15天 活动范围 为沿海省 自治区 直辖市和北京市 为支持游轮旅游发展 决定将大连 连银港 温州 周山 广州 深圳 北海等地的 7个游轮口外 新增为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 适用口外 翻面符合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条件的 外籍旅客 乘坐游轮过境 可此公告 国家移民管理局 和民众公司 国家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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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复 上海 维俄 China, without visas at one of the Korea's ports. Located in the 13 following cities, Tianjin, Daliong Lianne Province, Shanghai, Niongong Jiangsu Province, Wanchu and Jushin Zhejiang Province. And Haiku and Sanya, Hainan province, all foreign tourist groups under this circumstance, are obliged to continue their journey to the next scheduled port and depart from China by the same. Transit policy to include seven new cruise ports located in Dalion, Lianne Niongong, Wanchu, Jushin, Guangzhou, Shenzhen, and Beihai. Streamlining the transit process for eligible foreign passengers by cruise ships, the announcement is here by May. National Immigration Administration, May 15, 2024, 42024 Holiday Dead Sensioned Visa, Lianne Poros Group, the Tourist, the Lianne Niongong, the Voyaging Suits, the Abitans, the Croisi, and the Zanfone 22, for the administration nationality, the immigration. and the Lianne Niongong, the Lianne Niongong, the Lianne Niongong, and the Loa, the transport, the commerce, the retail culture, and the tourism, the early administration's data is, Cultural appropriation, the cons retain the affairs data, the administration nationality, the immigration money, the metropolitan you really, policy exemption for support groups. 而帮子带了的豆粮不自买的筒 安逸间趁着走 瑞泽听飞是当时严重度离安 上海连营 上去 温家家神之间 是要门父亲 成大山东光处 秦城光东 白光是海库村亚 还能 在斯国派 出自大门准转 在斯科斯林 十五 摩托 西亿万 自在两千零二十四 你来能及到小赛 还不得到Fatuno 大阳 英格不成的 斯大师第一 十三岁 关注时顺着 这样西门父亲 成大山东光州 山珍光东 白海光西 你黑口是你的 我最贵的 是 是我来 是 但如果停留时间 超过三十天 或在当地 学习居住工作的 人需在入境前 向对方签证机关 或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中方自2023年12月1月起 对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六个国家 持普通护照人员实行单方面免签政策 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 旅游观光探亲访友和过境不超过15天 可免办签证入境 马来西亚随后也宣布 2023年12月1月起 马来西亚对中国公民实施 入境30天内免签证的便利措施 目前中国已经与包括新加坡泰国在内的 20余个国家签订普通护照护免协定 也150余国缔集了涵盖不同 护照种类的护免签证协定 与40余个国家达成简化签证手续协定互安排 60多个国家和地区 给予中国公民免签或落地签证便利 因此在决定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前 务必先做好功课 了解目的地的签证政策 2023年12月1日至2024年11月30日 五国对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 马来西亚六国持普通护照人员 实行单方面免签政策 近期有很多小伙伴咨询上述六国人员 每次入境可以停留多久 请看官方答复问 您好请问六国免签人员每次入境可以停留多久 答您好感谢您对移民管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自2023年12月1日至2024年11月30日 我国对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 马来西亚六国持普通护照人员 实行单方面免签政策 按照规定 上述六国人员每次入境可在华免签停留 不超过15日相关政策 为对入境航班入境前行乘坐特殊规定 我们下集中的高速性命运 请订阅 下集中的高速性命运 再集中的高速性命运 让檜老或计赛政策